好的,OK,那全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诺,今天我在直播间里的嘉宾是李延老师,李延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先介绍一下吧,就是大家看今天的直播的预告,然后可能大概都知道李延老师做的工作 那我知道李延老师的这个名字应该,我想想有五六年了吧,最开始是因为接触游戏力这本书 其实那时候的第一本游戏力的这个翻译者是李延老师,所以那时候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源源就是,我的孩子那时候也在小乡树上幼儿园,然后王干老师是小乡树幼儿园的创办人 他那时候就说,啊,我们这本书的翻译的人是小乡树的家长 我当时想,哇,这个家长好厉害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 当然后来才知道李延老师又做了非常多跟游戏力相关的工作 包括天天游戏力那套书,那套书我也买了,也送了好多朋友 其实孩子,他们好多还记得呢,然后里面很多情节运用也特别好 那当然后来李延老师也是一直在做,其实就是在亲子的方面去支持孩子的这个成长的工作 然后来我又知道其实李延老师特别的不容易 他的三个孩子里面有两位实际上是有特殊需求的 然后这个如果大家自己家里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会知道 其实对家长的考验和挑战是非常巨大 所以后来才知道他其实之所以做这些工作是因为自己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摸索跟探究其实才走上这条路 所以其实从个人方面还是说对从整体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是算是我的一个介绍 但我也请李延老师跟大家大概讲讲你的经历 或者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很有渊源的 要不然咱们先从这开始可以吗 对可以可以可以 对那就顺着一诺说 就我其实进这行就是一诺讲的 就是因为自己这个孩子遇到了 还是遇到了可以算是稍微比较大的麻烦吧 这个麻烦呢 当然这个当初我就说现在回头看这个麻烦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跟我自己有关 那么这个麻烦这个跟自己什么有关呢 比如说当时比较自以为是 第一个孩子我是两个孩子双胞胎 现在已经二十四马上二十四了 到到到明年明年初就二十四了 那个当然小的时候就是出现一些这个种种的状况 跟咱们可能要讨论这个话题比较像 就是这个敏感退缩 遇到什么事情 他这个都是往后退 是这么一种状况 那后来当然又又又 他还是有些其他状况 是有这个叫当年啊 那个时候叫诊断叫广泛性发育障碍 那现在呢这个到到现在为 现在可能这个这个词没有了 这个更新了以后叫可能如果现在去诊断叫高功能自闭症 疑似可能还加疑似两个字啊 那这个这个孩子特殊性呢是是有他特殊性 但是后来我自己的这个学习摸索下来 我发现其实很多就是我在很多关键的这个针对于普通孩子都适用的问题上犯了一些很大的错误 那说到底吧就是我做这个事情 其实很多都是都是都是 都是因为因为因为走了很多弯路 有很多教训后来 后来发现了这些教训 然后一点一点再把它纠正过来 啊这大大大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一个起因 嗯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起因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咱们跟林燕老师聊 嗯 至少有两个角度特别有价值啊 就第一个 嗯 就是他刚才讲的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 嗯 不仅仅是所谓的对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其实是在 所谓的普通孩子 或者是没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嗯 这个身上也会经常出现的一些状况 啊 当然因为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 其实很多状况的出现可能更加程度 或者是这个深度会更加比一般的孩子要更明显一些 啊 所以我觉得从这角度来讲 对我们所有的家长特别有意义 第二个第二个角度 我觉得是因为林燕老师年纪比我们大 孩子也年纪比我们大 就像他讲的 那两个两个双胞胎的孩子都已经20多岁了 啊 然后现在也都大学毕业了 啊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很多家长其实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啊 就大家可能孩子 因为我们一土的全村的家长年龄还都相对偏小吧 至少比这个年龄要小很多 所以其实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啊 大部分的孩子肯定不是20多岁了 那对那肯定没有没有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从这角度来讲 我觉得其实很多经验啊 我觉得也肯定是根据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会和反思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林燕老师的经历也是特别 特别有价值的 要不然我们就从这开始进入 那个其实可以先让林老师 你看我的耳朵还掉了 一会儿把它捡起来 可以先让林老师讲讲 我们今天这次直播 其实是 是因为林老师开发了一套课程 这个课程的 我们其实可以单刀直入讲讲 这课程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在讲这课程之后 我们去一块聊一聊这背后的一些 为什么 为什么做这个课 包括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思路 好吗 林老师先跟大家讲讲 我们的这个 这个课程的设计 是为什么这样做的 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这个课程呢 这个简单说概括说 是关于我们养育当中 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分析解决它 那事实上这道课的一个核心 其实是情绪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 就是这个养育过程当中 除了身体方面的问题 那接下来遇到的很多 很多各种各样的困扰 麻烦都是跟这个 似乎都是跟这个情绪有关 孩子行为问题 你无论是这个冲动发脾气 还是退缩胆小 它其实都是跟情绪有关的 对吧 所以所有的这些情绪问题 背后它都有这么一个 我们叫它算是主使吧 一个主谋 那就是这个情绪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要去解决情绪问题 这也是我们都要去解决的 可是怎么解决 这个怎么解决 这块就出麻烦了 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当初我这个走弯路就是走这个 这样我就先说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再说中间过程 这个我现在 就是这些年一边学习 一边实践下来 发现这个情绪 它不是一个跟我们以前想象 至少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样 比如说你胆小 胆小怎么办呢 胆小你就锻炼嘛 完全不是这样 那情绪它是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 实际上是我们大脑的一部分 它是我们大脑的 而且这一部分还不是我们说 我们平时感知到的这一部分 感知到这一部分仅仅是一小部分 它在感知到的这个 后面还前面还有 这情绪它在我们感觉不到的地方 它已经在发生了 它实际上是在我们意识之外 就在工作这么一套原始的生存系统 所以我们从大脑的工作系统的角度 去看情绪 那么也许对这个情绪就会有不一样的认识 那么这些年总结下来 这个情绪它其实它是独立于理性之外的 那像我们经常的说 比如说孩子发脾气 我们要就跟他讲道理 你为什么不能发脾气 我们要给他讲道理 这是理性教育方式 对吧 胆小 你不用害怕 有些事情你不用这么害怕 不用这么敏感 这都是理性教育的方式 那这些方式为什么 没有办法跟情绪做这个沟通 就是因为理性跟情绪 它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 在大脑当中 它其实很多时候 它是两个它是不沟通的 不是这么沟通的 所以要转回头来 重新认识情绪 它到底它的工作规律是什么 跟它沟通 怎么沟通 还有一个情绪 它其实它负责学习的 就是这个情绪学习 听上去有点点好像 有点点这个虚 举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伊诺你那边 你现在在那边 有没有说在美国国庆节的时候 你那个当地一些媒体 会发这样的一个通知 就我们这边都有 什么通知呢 就是在国庆的时候 前两天就会有媒体说 告诉大家说 当你放鞭炮的时候 放炮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你的邻居 有没有退伍金人 所以也就是说 你的鞭炮会吓到他们 很多退伍金人 是很怕一个炮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 在书上都看到过的一种 算是叫阴机创伤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鞭炮会吓到他们 这大家都知道后面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的那种 枪炮的声音 给他们造成了这种创伤 然后他听到了同类的声音以后 引起了那种创伤反应 对吧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情绪系统的一种学习 然后他把这东西记住了 可是这种 这个学习结果是错的 对不对 你现在的鞭炮声对你是没有威胁的 但是这种错误 你没有办法去纠正他 他对你的生活又在时时刻刻发生影响 你不能告诉他说 说你这个鞭炮 你看他对你没威胁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跟他说这个是理性的 说是没用的 所以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现在我们关心的心理问题 青春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 很多都是这个情绪的学习 产生了错误的学习 产生错误记忆造成的结果 那么这个就是我这些年 学习下来 算是我 我懂了 当初真的是不懂这个事情 现在懂了这个事情以后 然后再按照这个规律去 再去养孩子 我可能再补充一下 我还有个女儿 这女儿可能跟大家就比较接近了 我女儿是马上下个月15岁 也会比大家整个这个这个大家稍微大一点 但是更接近一点 那么我在带这个女儿的过程当中 因为因为学到很多东西嘛 那就用新的方法去面对他 那还是就是就是很顺利的度过了一个一个 在当初看来就很难度过的这种这种障碍吧 所以总之说 我所以我我这个做这套课程呢 主要是从情绪作为大脑的工作系统 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情绪它是什么呀 它怎么工作呀 它怎么怎么沟通啊 你怎么就我们怎么跟孩子去用情绪沟通啊 那情绪它又会学到什么呀 这种这个学说到底 其实我们说的安全感自信心 全是情绪学习 情绪学习的结果 那那它怎么学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创设环境去让它去学到 我们想让它学到的安全感自信心 这个就是我主要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吧 嗯 因为其实在就是一图我们提了一个概念也是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一想到学校 一想到教育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学习对吧 那就是说学习好嘛 那就是我们到学校那就是为了学习的那学习呢最后就是成绩啊 然后等等吧 那但是实际上那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分享我说一个我们就算是先不谈别的先不先不谈李延老师说的什么情绪啊这个呢咱们放在一边就算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孩子的成绩好 OK如果非常成绩好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底层的呃必要条件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可以专注对吧 这大家都能理解如果孩子不能专注那他肯定不能学习好对吧老师讲什么也没听住没听清楚 然后也不能好好的理解也不能深入的思考所以前提它是要专注力那这个大家都理解OK 那就说那专注有没有前提那专注是有前提的就专注的前提就是说哎 他他是一种就是至少是一种自洽的状态对吧 就是他并不是嗯他就是就是刚才李延老师他是自信的啊他自信的时候呢他才专注 你想如果他不自信他在一个环境里面觉得我特别差啊每个人觉得他不停的生活在某种评判的眼光之下 而且这个评判往往对我是负面的那你其实是很难专注的对吧因为你的想法都在其他的地方 OK那自信那自信的前提是什么自信的前提其实就是安全感对吧就他如果有一个安全感他才有可能有自信 如果他周围都是给他感觉是不安全的都是对他是一种否定的评判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他如果不安全就不可能有自信心 没有自信心就不可能有专注力没有专注力就不可能学习好哈哈哈 所以其实哪怕我们用特别功利的讲学习这件事情对其实他也是跟底层的情绪是非常相关的 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教育里或者是在家庭教育里非常缺乏的一部分 就我们只想追求上面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结果的出现 他是有必要条件的他是一步一环扣一环的如果你你底下就像一棵树对吧 你你让他没有根让他吸不了水你说非要给我长一个这样的这个树干 结一个这样的果他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果没有问题是吧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孩子能好好的学习能好的成绩 但是可能对我们家长也好教育者也好要理解这个东西的前提是什么 我怎么样创造条件让这样的一个前提能够存在 那孩子的这样的我们的教育目标才能达到对吧 所以其实我就想说李延老师讲虽然是好像是情绪这个东西 可能我们一般听起来说我不想关注情绪我想关注孩子的成绩 但哪怕你想关注的是孩子的成绩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这是必要的底层条件 因为没有他你是不可能有学习好的前提条件的 对对所以其实我想讲到这就是可能请廉老师多分享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刚才讲 就是我们刚才是一步讲到这个课程了 但是实际上你来做这个课程也是经历了一个 对你个人来讲我可能经历了至少一个20年的 是吧因为你大家孩子都20多岁了 快了快了快了对又是快了 是啊所以呢能不能跟大家讲讲你自己这个认识的过程 因为我觉得就是刚才你也讲到实际上中间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挫折的吧是吧 就是比方说你在科里想给大家讲的几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你当时是为什么一开始是怎么对待的 为什么是错的 那后来用什么样的方法 他才有了更好的结果 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吗 然后想一下这个例子应该是应该太多 这一下就是多到一下就脑子就想不出来挑哪个了 这样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么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说我们你刚才讲到的 说我们其实我们都很重视孩子的学业 或者说我们很重视孩子的技能 对吧 技能的培养这我们大家也很重视 那我就想到了这个一个关于技能培养的一件事 这个我经常以前在讲课的时候经常给大家分享 这个因为我说到我儿子是早年有状况 那个胆子很小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我教他学什么技能 他都很缩 你比如说教他打这个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 他就会怎么样 让你球飞过来他就会躲 那么 这种情况你想如果大家作为这个家长 尤其我不知道咱们村里肯定是有 应该是有不少是爸爸对不对 这个爸爸对于儿子的这样的行为 其实很多在这个这个这个在男性里面是很难容忍的 就会觉得哎呀怎么怎么是这样 对吧 就是我就很急而且很气 再加上对像他学这个学自行车不学上学两下不行害怕不学就学什么他都怕 我就觉得完了你看这孩子这个这个这个学不会啊 那么后来呢其实我在我这个以后有机会跟大家仔细分享啊长话短说就是我我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还是很幸运的 我遇到了真的很多真的是咱们老话当中说到的这种贵人啊 这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个什么贵人呢 就是我我儿子当时呃这个我需要找这个上班幼儿园之外我需要因为因为我还上班做别的事嘛 那需要找人陪他那幼儿园就帮着介绍了一个旁边的这个一个老夫妻 比我大个十几岁不到二十岁这么一个老夫妻 那这个这个老夫妻这个男的呢就按照北京话就比我大嘛 我儿子就管他叫大的所以就就就就这个大的 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大的这个大的呢呃接触我我儿子跟大的混了两天以后就说很喜欢大的 就非常难得的他会喜欢说喜欢一个一个家里外面的就是家庭之外的这么人一个人 那这样喜欢我就觉得很很幸运交给他就放心嘛 让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 喜欢这已经超出我预期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大大就就说了哎天气热了 那个什么我带他们来去游泳去 我说游泳游泳你可别带他们绝对是不敢下水的 就就就就就我说肯定别想都别想 你吓着他哎呀那大的说你甭管了你甭管了 嗯行我就说我说你可别别别带 你别带的肯定不行 我都我知道他妈那打羽毛球都不敢打的 后来好又过了一星期 说哎你来那个来来来看看来吧 俩人会游了 一个星期 俩人会游了 然后这个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呃那个时候还没上小学呢 哎上面上 四五岁 如果上不不不 呃是是这样我我带他们回去 等于是他们在这边生的吧 美国这边然后带回北京 我们在北北北生活了十几年 那带回去的时候是四岁半 呃上幼儿园再认识大的是五岁多 那就是应该是在六岁左右 呃晚上了一年学 所以应该是在 反正就在上一年级前后 我有点忘了 嗯 那么那么 那么那个 我我就去了 我就去一看哎 然后那个大的站水里 他不是真的多会游 但是赶游了 什么都什么户具都不带哈 大的就站在中间 我儿子就巴着那个水池子 然后让那大的说 离他大概有个五米远吧 说哎 山子来游过来来 给爸爸看看 哎 我那就游过去了 扑扑扑扑就游到大大那去了 这对我来说是惊喜啊 我这真真好啊 我这好 然后 然后然后我那航空人 你等着咱一块游 咱一块游 我下去了 我也下去了 我也学大的那样 我说山子来 游到我这来 不游 哈哈哈哈 我来游到我这来 游到我这 不游 能能能 对 你可能教育 你这非常有经验 你说他为什么不游到我这来 他游到大的那 对你没有安全感 还怕你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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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其实 我讲这个故事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孩子 就是到底到底孩子有时候他可能是有点缩 有点退 需要我们帮他一点一点的往往前进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不可跨越的前提 就是这个安全感 对吧 那以后具体安全感怎么来 我们再说 但是他没有安全感 他对你没有安全感 你是没有办法带他进步的 那你看我作为他爸 那个跟大的 那跟大的 那当时我记得 在一起 应该是两三个月 超过三个月 那么一个接触 他就会对大的 有足够的信任感 而游泳我们可以想象 其实还是需要非常有信任感的 对不对 怎么建立起来的 这种安全感 信任感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我其实很 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就是早年 其实我对我儿子就是 没有注重这个安全感的建立 而过多的重视 要去训练他呀 锻炼他呀 其实反而把这个安全感破坏了 就忽视了保护他 帮助他 这样的一些日积月累的体验 这个其实就是 简单说 这安全感 就是孩子从你那儿得到 我能从你那儿得到保护 从你那儿得到帮助 从你那儿得到 这种认可 就是这种 一点一点的体验积累来的 我嘴跟他说是没有用的 这个也是我刚才讲 为什么说理性沟通是没有用的 他是用体验 去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这种感 然后他把这种感 这个存在脑子里面 对他将来的行为 做出这种 我们说是 其实是这个潜意识的一种指导 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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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训练孩子 就是我们帮孩子进步 去学习技能 当然 当然需要 但是没有基础 是做不到的 所以刚才我觉得你说 根和果 那个例子就特别好 那我会在 很多地方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会举一个类似的 可能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会举那个建筑 建 搭这个楼 就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楼的表层 表面上 这楼好漂亮 好漂亮 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他那个地基 就假如这个 这个我们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 其实如果没有那个地基 这上面是 是盖不起来的 你愣往上盖 是什么结果 一定会塌下来 这个 搞得很难看 对对 搞得很难看会 对那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 你后来 你自己的反思 杨树大大 跟你的孩子的 孩子的互动的过程中 这么快就建立信任 是为什么 就是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正确的做法 举一个简单的细节 这个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儿子还怕鞭炮 很多这样的 这个先天敏感的孩子 他怕声音 这个都有这种 这种情况 那怕鞭炮 我按照我传统的方法 我锻炼他 我拉他去 看人放鞭炮 你没事吧 我告诉你看 没事吧 没扎着你 没事吧 我儿子从一开始 和拍鞭炮 只是害怕五耳朵 到什么程度呢 最后被训练到 远远的隔着 至少一公里 看到有人放炮 就是那种北京 放炮 他就会躲回车里 就是 这是我说 就是这种训练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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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辕北辙 跟我想要的 完全是反的 嗯 那 那 大大带他怎么放炮 这是我看到的 那 这个 他还是 还是怕声音 那大大说 来 过来 大大帮捂着耳朵 帮捂着耳朵 就非常简单 就是我来保护你 我想到一个办法来保护你 这个 这个就是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能不能 这个 大家明白 这个本质的区别 这是本质的区别 对 对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 原来我也在讲 讲的时候 讲过一个观点 就是说 嗯 我们当孩子遇到挑战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有两个选择的 啊 这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 站在孩子的 孩子的对立面 我们很多家长 马上就是那个对立面 对吧 就是你跟这个 你跟他的挑战 是在 是一伙的 啊 你就说你看 这个挑战 没什么了不起的呀 就你在跟 怎么讲呢 就是不是你在跟 孩子打气 你是在跟 你要把这个挑战 打扮的更 更可爱一点 对不对 你说哎 这个挑战没有错呀 这个挑战没有问题呀 就说实话 你都在为这个挑战说话 那你并没有为你的孩子说话 然后呢 另外一种角度 就是我跟孩子是一伙的 对吧 当你跟孩子是一伙的时候 你一块去 对 所以这大大的这个 就是就像你讲的 这一个动作 其实是非常动人的 对吧 就这个动人 就是说在于他 他知道我是跟你一伙的 我要我要去保护你 我要去让你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更容易一些 而不是说我跟挑战是一伙的 对 我就觉得 我就像我们 我们那个全村也经常有这种问题 特别常见 就是说 比方说老师 在学校里面 给孩子一些不好的评语吧 对吧 然后经常是会写给家长 你孩子在学校里面 怎样怎样怎样 对吧 那我们大部分的家长 一看这样就说 我怎么样去配合老师 管教孩子 对吧 然后我怎么样在家里面更好的说 你粗心 我要在家里面给你纠正你的粗心 老师说了什么 当然不是说老师是坏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老师其实指出来的挑战 对孩子来讲 那就是他的对立面 对吧 就不是说老师这个人 而是老师提出来这些问题 对 那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我会发现 90%的家长 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怎么样在家里面 对吧 让我孩子 这个能够把这些 就是 就是先更狠的 把孩子给调教好 这样的话 到了学校之后 就让老师很满意 对吧 就是大概 我们大部分人的思路 但是其实 我觉得我们的思路 反而是应该是说 应该在孩子这边 因为 因为其实孩子是很可怜的 因为你想想 因为没有人在他这边 对吧 就是说 就像刚才鞭炮那个例子 那鞭炮本来就是 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大怪物了 然后呢 再加上我爸爸 对吧 我爸爸 也是在我的对立面 那他其实是 没有退路的 是吧 其实孩子是非常可怜的 他没有退 他不是说 我可以找一个 其他的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 像刚才你说的 这个大大的出现 就变成了他的一个 温柔的怀抱 对吧 就是哎 你这是OK的 我跟你是一伙的 其实这种角色的转变 我觉得底层是 是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但是你 对 但是你讲到刚才 为什么对爸爸来更难 我也在 我在我在我自己的课里也讲 我说实际上是 能够放下这样的一种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马上 比如老师一说 孩子在班里不好 马上我们就去批评孩子 我们其实是因为 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觉得我受到了评价 对吧 就是你看 老师给我发了意见 那就是我不好 可能这种 对父母都一样 但是像刚才你讲 可能对这个什么运动啊 胆量相关的 可能爸爸就会更在意一些 那我们会觉得 这是对我的一种否定 所以我要 就变本加厉的 把这件事情 让我孩子给做好了 以证明我是对的 对吧 就是我们其实有 大量的自我在这里面 其实跟所以这种自我在里面 其实掩盖了我们 能够去看到孩子 真实的需求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就把这个路径给挡住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很难的一点 其实 因为我们只能看到 自己的障碍 最难最难的一点 对对 就是克服自己的这一关 这是最难的一点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 对就是你的角度 为什么特别好 因为就像你讲的 因为大部分 我们可能讨论儿童教育的问题 什么的都是妈妈 但是爸爸的视角 经常是非常缺乏的 我觉得 所以如果像您讲的 刚才那个例子 就是特别典型 对我们一般认为 哎呀运动啊 什么的 这应该是爸爸上 对吧 所以那爸爸 可能一般的思路 就是说 哎呀我要 把他培养成一个男子汉 对不对 对对对 反而这种障碍 是更严重的是吧 所以你觉得 还有什么比较经典的 所谓的错误 或者陷阱 是爸爸经常掉进去的吗 爸爸经常掉进去的 这个爸爸经常的 比较多的 还是说 就是就是以一种训练的心态 去去去练孩子嘛 比如说 这个这个 还有一种说 这个还明明明 明感孩子 比较在意输赢 输不起 这是一种很 挺挺常见的现象 那爸爸对于输不起的 这个处理方法 是怎么怎么弄呢 那么我们就多比嘛 你要多经历输 对这个 这个 这个挺奇怪的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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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 后来发现 这个很普遍 就是你要多经历输 那你就能够经受的起了 这个就是一个 最最最经常的逻辑 嗯 因此比如下棋也好 什么球类运动也好 呃 我会经常遇到的 就是这个这个孩子跟爸爸比 那 总是爸爸赢 那孩子受不了 那爸爸就批评他 那你搞是这样 你出去出去 怎么跟公平竞争呢 那 其实在这里面 反而就就这个问题 呃 我们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讨论的是 孩子跟爸爸比公平嘛 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竞争 对不对 嗯 公平竞争是孩子跟孩子比 摔跤是60公斤跟60公斤比 那你现在是60公斤跟90公斤比 用同样的规则 那你怎么比呢 根本就不存在公平而言 那 那在这种情况 这个这个以前是我们还真是 直接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在这种训练 训练出来的孩子会什么样呢 你觉得 跟爸爸比 爸爸总是赢他 然后爸爸告诉他 你你你你 你就是要承承承受这个 这样的孩子他当他遇到比他年龄小的孩子的时候 比赛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跟爸爸一样 没错 一模一样 他就是跟爸爸一样 他就是不会让着小孩子的 这个是我们直接遇到遇到过的这样的案例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想交给孩子的一些东西 经常没有效果 反而 我们不想交给孩子的东西 无意让孩子 无意间让孩子去学去了 这个也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这个情绪 他作为一个一个意识之外的一个系统 他在自动学习 这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情绪这个东西就是我非常同意你说的 其实学业也好 技能训练也好 其实背后 他这个底层 这个这个情绪 状态是否好 对 对这个学业和和技能的训练是 是直接影响的 嗯 所以 所以怎么能够帮助孩子有一个积极的一个情绪状态 让他更能够自信的帮 包括以后遇到挫折 让他能够更好的去面对挫折 这样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要从情绪角度去去分析 去讨论的 嗯 嗯 对 可能您刚才讲情绪哈 其实我觉得对所有家长来讲情绪的 其实就是我们去支持 或者是嗯 就是孩子这个这方面发展的第一步 其实是看到情绪 嗯 就是会能够看到是个 就是 就是刚才你讲的除了理性的逻辑的之外 你跟孩子之间的 就是孩子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是第一关 因为好多时候我们 要么就是不能 要么就是不愿 看到情绪 对吧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 对 可能可能孩子在在那个 看到羽毛球害怕 其实 可能我们自己内心也有情绪 我们第一个升起的情绪 是对这件事情非常的 我们不接受这个事情 对吧 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是说 哇 这个东西你也害怕 所以当我们自己有情绪出现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看到孩子的情绪的 是吧 对 所以我就说可能您讲 咱们就咱们课程里面讲这个 可能对很多的家长 我觉得做第一步工作 就是你大概知道一个 就是你能够去感知这个孩子的情绪 就这一点能不能跟 能展开讲一讲 我觉得这是好多家长面临的一个困难 就是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 嗯 我们如何去真正的全然的看到 因为你先看到才能 才能说接纳 对吧 就是你要不然你 嗯 嗯 接纳什么呢 嗯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第一步 可能是蛮难的 这一步能不能跟大家讲讲说 哎 我们一般家长面临的主要的挑战 和难点在哪 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容易做到 嗯 嗯 我对 我想先补充一个 就是 就是也许也许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老讲情绪老讲情绪 那其实人毕竟是一个理性理智的人嘛 对不对 那 那那那你光讲情绪那理理理理智怎么发展起来 那其实这里面呢 可能先咱们这里简单的跟大家家说到这么一个 这个是我后来学习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在孩子早年他大脑发 他整个的这个大脑发育的这个节奏和进程 决定了他在早年他的理智部分 尤其是说用理智控制情绪的部分 他是没有发育起来的 他是没有发育成熟的 我们整个用 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有的时候理智会跟情绪产生冲突 那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理智去控制情绪 那但是这个理智控制情绪 它是需要有这个相应的神经生理机制 是作为工作基础的 你假如这个神经生理机制还没有发育到位 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对吧 所以这一点是我这个是后来学习 也是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假如我们现在说情绪和是情绪是重要 可是人必须用理智控制情绪好 OK这个对我对于伊诺尼这个是我们都应该努力的 但是对于孩子尤其是小年龄的七八岁以前的孩子 你就没有办法这样要求他 为什么他脑子的生理结构就不一样 对 所以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先跟大家首先沟通 孩子他根本就是一个情绪动物 他是情绪是指挥他的 所以你必须在在在考虑情绪用情绪跟他互动 然后去去看到他的情绪他那个情绪他他在他在他在跟你表达什么 其实其实是是是这样 嗯嗯 对这个我补充一句其实是这样的 我记得那个那个有神经科学的基础实际上说实际上我们孩子的就是大脑 实际上是到21岁还是22岁才长成一个所谓成人的大脑 对吧就是所以我说你看到25岁啊更更靠后 也就是说你哪怕看到一个22岁的年轻人啊你觉得个子比你高了长得也都是成人的样子 他他其实他的他的发育还是在路上的 所以就是这个是神经科学的基础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对小孩子来讲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意识到我们 这是我记得我书里也说了这句话 就是孩子不是小号的成人 他不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东西 你你是三岁你理解的少一点 不是的就他的就像刚才您讲的他的整个大脑结构是不一样的 他不是说我们本来可能我们的有这么三层 他就是个小号的三层不是的 他里边可能只有一层 就是他的大脑结构不同 对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的生理结构和这个物质基础是不一样的 是吧 是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所以我们要 所以说我们要去顺应孩子的规律 这个是我们一直教育当中要讲的嘛 我们要按照孩子的规律去进行养育教育 那孩子的规律是什么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是重要规律之一 那我刚才看到评论区有人问哎呦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接纳他吗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知道大家就最最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接纳第一步 就是不可跨越的第一步 这个接纳不是接纳行为 这也是我们可能要跟大家 也许可能要跟大家我们我们仔细去区分清楚的 就情绪是情绪 行为是情为 这是两件事 比如说我很生气 我生气 然后我打人了 那这个是是什么 这这件事你能你你你能不能接纳 我经常会有家长问啊 他说特别容易生气总是打人 这你怎么去接纳他 OK 这个是我们第一件事先把情绪跟行为分开 打人我们不接受 我们想办法去拦住他 那生气能不能接受他 这个是我们要要讲的 就是生气是要 这种情绪是要是要是要去接纳他的 是要去理解他的 那打人这个事 我们是要想办法去阻止他的 这个是情绪跟行为分开 这个是我们讲去去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的 其实是第一步要做的 嗯 那么分开了以后我们就分别处理 然后我们分别分析 那行为行为是什么呀 事情是什么呀 我们到这个时候是可不可以接纳呀 这是有处理行为和事情的方法 那情绪这块 那就是一个接纳 这是我刚刚正好晃了一眼评论区问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刚才在评论区也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好像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敏感是不是就是不自信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好几遍敏感 也说到不自信 那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敏感是不是不自信 我是这么看的 敏感呢 首先敏感和玻璃心是不是一回事 对吧 那比如说今天我给一个人发了信息 然后大半天他没回我 哎呀我心里就想这是不是他他对我有看法呀 这个是我们讲的玻璃心对吧 那敏感跟玻璃心准确来讲呢 如果咱们咬文嚼字应该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因为这个我们可能要从 从我遇到一件事情 遇到一个信息 等于信息输入 我注意到一个情况 然后到我去解读这个信息 就好几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我注意到接收到一个信息 这是接收环节 那我们 你可能知道那个叫高敏感 什么高敏感人群那个那本书对吧 在那个书里面他讲的 他指的这个敏感就比较准确啊 就是敏感他指的是什么呢 高敏感 就是他能够接收到注意到 比普通人比常人更多的一些刺激信息 这个叫敏感 比如说我们一起在一个会议室开会 那敏感的人就会觉得 哎呀有什么声音 别人都不知道都没听见声音呢 他听见了 空调的声音他听见了 这个就是他 他能够比常人更敏锐的接收到注意到外部信息 这是接收环节 这个叫敏感 那在接下来是解读 玻璃心是解读环节 我把这个信息 我解读成一种 就是负面的威胁 别人没给我回微信 我在想是不是别人对我有意见 有看法 这个是解读环节 那么在接下来行为上 还有输出呢 这行为上 行为上表现出什么 那个可能就是不自信了 那说到底就是从解读到行为这块是不自信 而敏感是前面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么讲能不能说明白 就是敏感跟不自信不是画等号的 我接收到注意到更多信息不代表我在解读跟行为上 我就会不自信 后面这个环节应该是后天 大量的后天的生活经历去塑造出来的 前面可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我天生就能够接收到那么多的环境上的刺激信息 所以可能对于假如我们觉得孩子是敏感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敏感是定义在哪个环节 那假如我们发现孩子天生 比如说他就天生对声音比较敏感呀 对触觉 比如说我这衣服穿着有个标签 我总觉得难受啊 那他可能真的是先天有这种高度敏感的倾向 那这些孩子确实是会有一定挑战 因为这样的孩子呢 他接触到信息多嘛 他就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这些信息 那这些信息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 这是我们讲到的情绪系统 在他自动去处理去分类 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 这就是挑战 他花到更多时间好像内耗就比较大 所以他在面对新环境 新事物的时候 比较多的会表现出来说 我先慢一下 慢一步 我等一等 我看一看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那这个时候那种不敏感的冲锋型的孩子 一下就冲上去了 那我们这个等一等看一看的孩子 有可能等我看明白的时候 我再冲上去 我要的玩具已经没有了 这个可能是我们家长比较担心的一件事 对吧 就是所谓 这个太退缩了 你这种资源争取不到 会 是这样一种担心 但是如果是后面 这个关于他过度的解读 做出一些不必要的解读 比如说 认为别人对我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意见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种解读 那这个是后天环境 影响的 而且这一块呢 我觉得 我们也即便出现这种情况吧 我们也应该是有办法去帮他改过来的 所以区分一下先天跟后天 就哪些我们是没有办法改的 哪些是我们可以改的 那先天的这种情况 我们面对的挑战 能确实是会比较大 但是是可以做的 我觉得其实刚才您讲到 我刚才也看那个 可能我刚才刚才您分享 我觉得我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就是在育儿这件事情上 其实对一个人的这个 叫什么 思维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 好多时候我们的育儿困境 是因为我们把很多问题 混作一团 不是说我们自己把它混作一团 而是说 就是他有他很多问题在这 我们其实需要作为家长 就像刚才李延老师 你要把它分开 哪一些是因为他的先天特质 人和人不一样 哪些东西是他的解读 解读这个东西 我是可以帮他的 对吧 从一件发生了 你可以往A解读 可能家长可以再往B解读 然后呢还有一种是行为 那行为呢 那肯定是因为涉及到其他人 或者涉及到你这些行为有后果 那这个行为的后果是怎么办的 其实我们在 在处理很多孩子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第一步是 至少在我们自己的体系里面 把这些东西分开 因为你如果分不开的话 这个东西混在一团 对吧 比方说因为某种原因 哗啦哗啦哗 他打了另外一个孩子了 你可能马上就看到的是 打孩子这个行为 让你挂不住嘛 对不对 那我们马上就有很多 在这个角度上的反应 反应完了 气了花扎一通 你好像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但实际上 他中间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你 其实是 是我们 故意忽视了 那这个故意的忽视 虽然暂时看上去 没有什么后果 但实际上 每一次忽视 他都是有后果的 只不过这个后果 他不一定 他可能在后来去呈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刚才 听您分析了一个 很重要的感受 就是说我们 可能对所有的家长 咱们这都是需要 很学习的一个 一个维度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 把眼前看上去 一团糟的一个 所谓的问题 能够把它分成几个层次来看 那分了几个层次来看之后 其实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 它就是在不同的层次 它是不一样 有些地方 你就只能接纳 比方说你孩子 就是对这件事情很敏感 这是他的体质决定的 那你不接纳也没有用 对不对 那他就是这样的 那有些东西 你是可以引导的 对吧 那我就说 这比方说 我们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我们可以讨论 可以引导 有些时候 你可能在 有一些方面有到行为 你可能是马上要制止的 他要去摸电门了 他要去玩火了 你要去马上制止的 那如果是出现了后果 我该去怎么样 引导孩子去对待后果 其实我觉得这种 就是这种对待问题的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实际上是我们很多家长 其实是需要去培养的 是 你这个对 你刚才一说什么 摸电门玩火这个事 我突然想起 前面问到我一个说 你怎么能够看到 孩子这个行为背后 情绪是什么 我觉得正好 你这个给了我一个启发 举一个例子 就是孩子去玩火 这个你肯定是要制止他的 但是什么东西 就是背后 它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绪的东西 在驱动他去玩火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 那我们讲到的 刚才我说 这个情绪这东西 它不光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这部分 它还有呢 这个是我 这个也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叫情绪神经学 那它在这里面讲到我们人的七大情绪本能 那讲的是在环境当中 它第一个讲的就是探索本能 探索本能 那孩子去玩火 实际上背后驱动它这个行为的就是探索本能 那玩火这件事你把它挡住 但是你要不要去打击它背后的这个探索本能 这个肯定是不要的 对不对 因此 因此 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制止它玩火就非常重要 那对我们我们我们用的这种这种批评的跟你说多少次啊多危险呢 把它点着怎么办呢 那这种态度其实到了孩子那边他会一股脑子就是情绪他那种学习方式非常原始粗糙哈 他就他就是一种一股脑子就学过来哦那我这样是不对的怎么不对他不会去细分理智的细分说哦我只是不应该去玩火 我不是不应该探索新鲜的东西不不是不应该去去去去追求我感兴趣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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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他不会这么想的他就知道我这样做错了 这样大大量的经验积累以后那就是说我去探索我感兴趣的东西是不对的 他会他会情绪会会学到这么一个东西 那他会慢慢越来越越他这个探索本能会越来越越弱越来越弱 嗯那么这个就是我想就正好因为你说到一个玩火我突然想到说呃我以前我是不这么想事的就带我我儿子小时候我是不这么想事的 那么我不会看到一个行为背后他是什么那还有就是再再举个例子嘛就是就是大人这个事是当年我我在小县小县小县树的时候经常会会身边有些家长也会很有疑惑哈就是我 我会跟我女儿经常打打闹闹闹闹的 然后后来招着旁边的小孩们都那个什么都都都一块打打闹闹闹的 动不动这个小朋友过来被有人就拍我一下就是早上送する员 晚上接员他就拍我一下然后家长马上就哎怎么可以打叔叔呢 doctors看 所以这个就是说假如我们仔细的学习 到底行为背后的一个情绪分哪些种 那它到底是什么意义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打人 跟我生气打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生气打架的打人背后的驱动是愤怒 但是孩子那个打人是什么 你说他打我一下他是生我气还是什么 对我他对我是什么感受 还是觉得你很安全吗打着玩吗是吧 他喜欢我吗他是跟我玩吗 对就是所以这个打人他是一个喜欢 他是一个正情绪就积极情绪去驱动的一个行为 最多是他那个孩子小没亲没中真打疼了 那是那是我们要去想办法去帮他锻炼这种控制力 这么一个机会 而不是说你怎么可以打人 你不可以打人去批评他 就不是这样的 所以正好正好说到就是回答你刚才一个例子 就是不同行为它背后这个情绪 我们看清了这个情绪 才看清这个行为的性质 才能决定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处理这个行为 特别好 我看那个评论区有很多问题 其实正好有几个我就跟这个相关的 比方说就用就先接这个打玩火这个吧 他说这个听得懂道理的孩子 可以和他细分是不是 是不可以玩火但不是打击他探索的心情吗 或者可能我觉得可能李老师可以举个例子 比方这个说怎么样是一个更好的回应 不是说你怎么能玩火呢 怎么能够说去保护他积极的一部分 但是让他安全怎么样回应是更合理的呢 这个玩火呀 是这个事呢 我觉得这样啊 因为他还是需要一些很更具体的一些情况 我们才去才能才能找出更合适的方法 但是大的原则啊 我现在猛一想大的原则就是对于这种有一定危险性的 我觉得很少说找到有些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一点都不能碰的 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安全的方式去跟他去玩 这个是我现在马上想到的 除非可能有的家庭觉得我不行 我觉得百分之百 我得禁止孩子玩火 也可以 也可以禁止孩子玩火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马上想到的就是 我就告诉他 在家里这样玩不行 太危险了 我们换一种方式玩 这个我觉得多数孩子是能够接受的 换一种方式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在找一个容器或者一个外面空旷的一个什么地方玩火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直接禁止 通常我觉得像玩火的孩子都是属于那种 还跟我们讲到的那种相对比较敏感 比较谨慎一点 孩子还不一样 他是探索欲比较强的 你越不让他玩 他会越玩的 就是有一类孩子 你越不让他 他会越玩的 所以说我觉得处理呢 可能应该是找到说 哪种方式可以 而不是说绝对禁止 这是这个关于玩火 对这个我可能我想补充一个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 我们可能马上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就想哎呀我该怎么带他玩啊 我该怎么样 比方说哎呀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本身它就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比方说孩子玩这个东西 就他的探索欲是好的你想保护他 你其实就说一句话 你说哎我也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对吧 然后完了以后说哎但这个东西挺危险的 就是其实当你给他一部分肯定的时候 他就不会像刚才李延老师说 他会接受到的啊我这个我就完全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 就我觉得我们可能作为家长跟孩子互动里面 很很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这功课也不难 其实就是在每一次跟孩子互动里面的时候 都都找到一些正面的元素 你肯定能找得到对吧 就是说这些正面的元素是什么 比方说就是像像火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就是很好奇嘛对吧 比方为什么里面是蓝的外面是黄的这个火焰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哪怕是中性的东西 就是我们当沟通里面有一些正面的元素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让孩子知道哦我不是做了一件错事 我觉得可能好多时候那当然具体的条件 比方说我们什么时候可能得下个星期 才有空带你出去玩是吧 这个就等我们找到条件去玩火的时候 那可能这个事已经过了很久了 但是不会马上就能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 但是其实眼下的问题 我们其实通过通过这种语言上的肯定 或者是相对客观的评价 其实对孩子来讲本身这就是一种 让他知道哦不是说我这就是做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事情 而是说我其中有一些这东西是不可以 这东西是好的 就我们自己能够把这个事情表达出来 本身其实就够了啊 对对所以你就是说 其实我们家长当时我们对我们自己情绪反应的那种控制 特别特别重要对吧 对就是如果我们跳起来了 我们跳起来了 我们用一种很很很很情绪的这种方式去去打击孩子 那可能那个效果是跟我们是不是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当时要能够比较冷静去处理 应该是不管怎么样 应该都是能够能够很好的处理的 对好的 我看我们那个评论区还有几个 我这个我手上要做个广告哈 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有李延老师的课 我知道大家家长有很多问题 其实情绪这个东西呢就像刚才讲 因为李延老师自己有就二十多年自己做爸爸 家长后来翻译书啊做整个优势力 包括他后来整个做的这套课程的经验 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所有的家长有这些困惑的 去购买李延老师的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不仅是梳理我们如何理解孩子 其实底层也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自己一些 曾经没有看到的一些障碍吧 所以今天在直播间里回答的问题可能有限 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 或者很难 有的时候对孩子的问题 其实是很难用几句话表达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在直播间里下单 去购买李延老师的课 这也是我们全村和李延老师合作的 推的这样一个课程 非常难得的 所以这是我先加一句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直播间里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可能都是在幼儿园的 一个就是说我们孩子五岁 老师批评别的孩子 他觉得老师也说他了 马上心情不好 还非常讨厌老师 不肯上幼儿园 然后下一个也比较像 是吧 说从小班第一天闹腾到中班 都不肯去幼儿园 讨厌老师讨厌学校 高需求高敏感 怎么办 这个李延老师来回答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 咱们先说这个不上幼儿园 不上幼儿园这个情况 我觉得要看它是因为 通常不愿意上幼儿园 有两个两大类 一类是不愿意分离 另外一类是对新环境的不适应 那是看哪种情况 我觉得分离这块 那比较单纯的是亲子之间的事情 那如果说是在整个园里头不适应 那这个是可能解决起来 这个更复杂一点吧 那么我觉得不愿意上幼儿园这个刚才一看到我在评论它是多大小小半 五岁 刚才有一个是五岁有一个是从小半到中半也就是三四岁 对对对我在想这个年龄了 就是它在幼儿园啊 我不知道整个幼儿园的这个它遇到的是什么 它遇到的这个原理 我觉得首先如果我们的孩子确实相对 相对玻璃心一点 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 那我们还是要首先我们要先找一个它能够怎么说呢 对它更更适合它的一个环境吧 假如这个幼儿园的压力非常大 比如很严格 就是这个这个老师严格管理的孩子 如果不听话严格批评 那这种幼儿园呢 我个人还是还是建议要要要要考虑换一个 换一个相对相对比较宽松一点的 因为这个环境塑造孩子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而这个环境又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控制的 所以这件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要要要要 首先首先看这个环境 是不是适合适合孩子 那假如我们抛去幼儿园这个环境 我们看亲子之间能够做什么 亲子之间我觉得在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 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有没有可能尽最大努力的帮助孩子 有一个很放松很开心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 因为我一直一直在说情绪嘛 这要说说说到情绪 就是就是情绪是这样 情绪它不是只有坏情绪的 情绪有好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想说 哎呀我怎么想办法让孩子没有坏情绪 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任何人任何孩子包括我们任何成人一定会遇到坏情绪的 负情绪 我们应该准确讲叫负情绪 那假如我们与此同时 我们有还有一些通道能够得到正情绪 那我们就我们整个正情绪跟负情绪相对是平衡的 甚至我们得到正情绪的机会更多 那我们情绪状态就是健康的就不用担心 最怕的就是总是负情绪 我得不到什么证据总是负的 嗯嗯 那么我因为因为因为像像这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通常就是考量就是考量两个环境嘛 一个环境就是幼儿园环境 一个环境就是家庭环境 那幼儿园环境这块我们能做尽量做 那做不了我们做我们可控的 就是我们家庭环境当中怎么能够做到说能够能够给孩子补充 大量的补充这样的这种这种这种正情绪 正情绪包括包括哪些呢 嗯我们讲这个这个像情绪神经学里面讲的七大本能啊 正情绪其实跟孩子有关的三个 一个就是他跟探索类的有关的 第二是关爱类的 第三个是打闹游戏类的 那么我们我觉得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容易操作的还是 就是就是关关爱类的 大量的大量的这种高质量的陪伴 高质量的在一起的时间 一起去去去做孩子喜欢做并且会开心的事情 嗯减少尽量减少让孩子 这个不开心的一些要求 一些一些一些 我不知道啊 这个每家每家情况不一样 嗯 那么刚才说到有一个孩子说批评别人 他自己也紧张 这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情绪反应 就是就是就在他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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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的分析这件事情之前我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对比较激烈的情绪反应了 完全就是听到了老师的语气看到老师的表情让我们大脑自动产生的一种紧张 这个我儿子小时候就有我儿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中还有 但是他到高中呢已经能够自己能够意识到他他他高中的时候毕竟理性分析能力更强了嘛 他知道说老师不是在说我呢 但是我依然感到紧张 这个是特别就是这个这个是一种这个跟先天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关系的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首先家长首先可能特别重重要的是在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畅通的情绪表达通道 就是孩子在幼儿园的这种不开心这种紧张到家里能不能够畅通的去去表达 我们不要急着去去去去纠正他急着去想关闭他我们关闭不了孩子的情绪就是处理情绪这里面哈 这也是我我我我这些年那个得到的一个一个一个算是算是一个一个经验情绪没有办法关闭他你生气了 我说你别生气你你害怕了你别害怕这种关闭完全没有效果唯一有用的就是你给他接上一个管子 让他把那个情绪给输出出来宣泄出来这个是能够让他自动把情绪清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微一方法 所以所以这块呢恐怕这个这个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反正至少作为我我相信我身边的朋友从小都没有经过这种训练 我们小时候有情绪遇到的都是要么是堵截要么就是批评要么就是镇压对吧 那那我们从来没有用用刚才我说的这种说说说说去说去倾听啊你说去给他接上一个管道让他排线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所以我们也不会所以这个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去练的能练出来但是结论是能练出来嗯 对我觉得这个我也看了很多问题哈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讲呢 嗯我们首先是看孩子现在就受的教育包括像幼儿园还有一个问题说六六岁的男孩放学的时候说不愿意上小学觉得无趣不好玩想换学校等等的啊 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现在的这就是个现状现在很多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其实环境并不是儿童友好的是对儿童很不友好的这是首先这是一个这是个现状这个没办法我觉得我们要面对这个现状所以呢在这在这个现状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环境本身就不儿童就不够儿童友好那儿童觉得不舒服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对儿童不友好然后呢老师一会一会批评这个一会批评那个搞得非常无趣非常没意思你还回来让让希望让孩子非常喜欢这个去还非常愿意去觉得非常有这不是很这不是很不正常吗对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作为家长第一个其实要意识到好多环境其实是是对儿童不友好的然后呢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觉得如果在真正的如果是大家有时间或者幼儿园有条件特别是幼儿园 小学可能难一些其实好多幼儿园是允许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意识到如果这个环境对孩子儿童是不友好的就像就回到李彦老师说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家里面刚才讲到了就是就我说的那个你在家里面就不要再跟再跟再站在孩子对面了对对你不要再加价了你还跑到老师一面再说这样的话孩子就无路可逃了对吧他没有地方去了因为他家是他唯一的最后的港湾他在学校里面不开心到家里面家长还不接纳他不开心这件事情 那你想想对孩子来讲那就真的是他又不像大人如果说我就总讲如果是大人我有一个朋友我一表达情绪他就不喜欢我我就不跟他做朋友了对不对那孩子对父母他是没得选择的呀他不能说你不接受我我不让你当我妈妈了或者不让你当我妈妈了他没有选择其实孩子的处境如果我们这么想孩子的处境是非常可怜的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是他的最后的底线所以我们至少能做的是说接纳和包容他这种情绪而不是说马上就评判他这种情绪 认为他这种情绪不对认为这种情绪不好认为孩子不够有问题是吧是你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对孩子来讲他就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就像刚才讲的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他不是说我今天妈妈这样说话我不喜欢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不可能对吧他从各个方面来讲这是他唯一的一个退路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要经常提醒自己这一点然后你提醒自己这一点之后你就知道我要跟孩子去有一种让他在我这至少是愿意 或者是敢于说真话的敢于表达他的情绪的我们什么时候敢于呢你想想对成人也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我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情绪呢当我表达情绪之后被接纳我才敢于啊对吧如果我一表达情绪马上就是劈头戴脸的一套批评那我还表达什么是吗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可以至少做到的第一步然后呢第二步我觉得其实这个连老师的那个那个那个书里面包括游戏里也讲其实就是跟孩子用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接纳不一定是要通过语言的因为你有语言其实很累的而且我们大量的大人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话对吧因为我们一说话就是一套一套的大人的所以其实可以尝试玩的方法玩游戏啊然后打闹的游戏啊然后过家家的游戏啊等等其实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孩子可以就是孩子的大脑的发育就是他刚才讲到连老师讲到他这个情绪他这个整个是一个情绪体那情绪的最好的表达方式其实往往不是语言不是讲道理 他也听不懂你说的好多道理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在家里面有很多事情其实就真的是可以跟孩子玩的就是跟孩子玩一些就包括什么捉迷藏啊这种很傻的游戏我们看上去其实孩子是很难很容易在其中这个过程中可能你们都没有讲幼儿园发生的事情他通过这样的游戏他也得到了抒发也得到了也是这种管道的一部分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首先我们自己要改正个心态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心态的基础上去寻找方法这个方法有的时候是语言 很多时候跟孩子不一定是语言就是其实就是跟他用就用玩的方式也是他的用情绪的疏导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对吧是是是所以你说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如果给一个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评论区有说有很多有很多孩子表示不愿意上学其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对上学压力还是蛮大的那压力这件事情 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过度的持续的压力是会对孩子造成长期的这个负面影响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他他他他有这样的一个算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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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悖论的一样的一个一个现象就是就是我们看到如果到青春期比如青春期的孩子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遭遇一些心理问题去到医院有医生诊断甚至需要吃药到了那种程度呢就已经有点有点点晚了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说那个时候再去减压再去想办法不是不可以但是是有点点晚了为什么说到这我想起这个呢我想的是假如我们孩子我们发现他面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那我们又又需要就是又不能说让他不上学对吧大部分的家庭我们觉得还没有到时候不能上学但是那好上学要上幼儿园要上但是在家里 我们能不能最大程度的把压力给孩子减下来这个是我们需要仔细去观察的甚至需要比如说拿个手机你你你你录下来晚上两个小时你看一看你这两个两个小时当中有多少互动是在给孩子加压力的这个是这个是我们我也是一个经验哈很多我们大人给孩子加压力都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我们自己跟孩子说的一些要求啊 包括一些带有一定批评性的话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包括我自己我这事我怎么发现呢我自己我自己路过我发现过 我带我带我女儿出去玩很小的时候那个我我我一边拍他在爬滑梯我主要是在拍他爬滑梯然后我回看录像的时候我先先现在看哎我这视频里谁嘚嘚嘚嘚嘚嘚嘚那么烦呢说哎呀慢点慢点哎呀别别别小心点先那边那个别人撞着了小心小心这边抓住了抓住就嘴里嘚嘚嘚嘚嘚嘚我谁那么烦 你知道你自己听自己声音有时候第一反应你是听不到的对不对你不太认识不太熟悉自己声音的嘛后来过了几秒钟反应过来就我自己 这后来发现这个以后呢经常经常我就后来在有时候跟那个有些家庭他他做那个一对一的咨询嘛我就我就建议说哎我那你要不然你去录一下录一段你跟孩子陪孩子写作业的你听听 对那个家长会说啊会说我很有耐心了我都是按照你说的就就就就就就能不指手画脚就不指手画脚就一定是就是很后来我好那我我我我相信你那但是咱们拿拿拿视频来拿录音来啊家长就把录音录录下来回头一听他都不用发给我了他说我不用发给你了我自己一听就听出来了就是完全是他自己当时不知道 事后他都没发现只有录下来他才发现的就是全程对孩子的这种就一些一些交集啊烦躁啊忍不住的一种我们叫指手画脚啊啊这个其实这些词都不好听啊但是但是我我我想强调一下我一点点没有一点都没有说批评家长的意思 我觉得因为因为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我特别能够体会家长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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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说批评自己可能是需要就是发现我们自己哪些哪些地方有问题 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纠正过来这也就是说我我我一直做的这些事情的一个算是核心吧就是呃我们是对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是负有责任的这个事主这个负责不是为了批评我们不是为了追责而是为了将来我们有办法去去改对吧如果说这事跟我没没关系不是我的责任全是孩子责任或者全是幼儿园全是环境全是别的责任 那我怎么去改呢那我就没法控制了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看朋友朋友评论区里面好多都是这个就是孩子不想上学哈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哎呀就像我刚才讲的首先这真不是孩子的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要第一这是要认识的第一条就是我们要认识到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教育呃是不够儿童友好的甚至有的时候是 反教育的那所以首先这个这个就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的第一步就是先不要因为我觉得可能好多家长问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看我孩子有这毛病对不对这是我孩子的问题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这第一步其实就需要做纠正就是孩子不喜欢上学不是孩子的错真的就是孩子其实孩子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其实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你你你去的一个地方对吧我们为什么喜欢就像刚才李延老师讲的那个大大 一样这个大大可能也不是什么教师也不是什么但他是有对孩子的这种爱心接纳和智慧的那你孩子在那他就喜欢对吧如果那如果当然李延老师也说你看你怎么不喜欢你爸喜欢这么一个刚认识的老头对不对那就是你的问题那样的话就更没救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可能第一步所有我们作家长的起点就是一定要我就刚才讲了好多遍了就我一定要再讲就是要跟孩子站在一边因为如果你不跟孩子站在一边你上来就是指责孩子 认为都是孩子的问题那孩子就算是真的有一定他的问题当我们用这种态度去对待的时候你也把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给打断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首先要意识到孩子不喜欢上学不是孩子的错刚才我看还有一个说孩子想上小豆豆那样的学校那当然了为什么小豆豆的学校他是儿童友好的吗对不对他的所有的设计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吗所以其实当以儿童为中心孩子当然就喜欢了这个孩子其实是一个非常直白的动物 他没有什么啪啪肠子他也不会去编他也不会去特别是年龄小的孩子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孩子不喜欢上学不是孩子的错第二个呢我们也还要意识到就是说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中间夹在中间我们是非常我们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每个家长都要抱抱自己特别是所有来听直播的家长那都是爱孩子希望孩子好的然后自己肯定也有非常繁忙的工作然后把孩子送到了学校送到了幼儿园就发现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第二个就意识到自己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先接纳自己然后再接纳孩子接纳自己的前提下我们呢再去学方法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如果你不去意识到这个前提的话我们的很多的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出发点就是孩子有毛病我的孩子不好对吧我的孩子不如别人孩子好为什么人家的孩子喜欢上学能考第一名为什么我孩子不喜欢上学一考试就垫底呢那肯定是我孩子有问题 不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孩子的需求首先所有孩子的在底层的这种需求都是一个正常孩子的正常需求所以如果他没有得到满足他不喜欢他有压力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要首先要要要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所以刚才就讲到李源老师那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我们的思路要转变不是说怎么纠正孩子的问题而是说我作为一个家长如何能够在孩子的学校之外 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他的情绪能够抒发然后让他有可以跟他交互的可能性让他的就像管道一样能流出来对吧因为这种其实是他以后面对更多问题的基础而且其实因为大家如果看全村以前有直播我们也有有讲过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问题不是他到了青少年才出现的所以就像李源老师李源老师讲的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份工作 每一次跟孩子玩跟孩子打闹让孩子能够说说他的心里话让孩子能够大笑其实都是在避免他在青春期出现这种更严重的问题其实他是有相关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在引用其实这个是游戏里讲的包括李源老师也经常讲我们跟刚才他讲到用用这个录音这种形式对吧然后看自己那我们其实可能有一个高要求的如果是加分项我原来在直播里面课程里也讲过就是我们可以跟自己定一个 目标就是每天我能不能让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大笑就是可以笑对就是说这个其实你不用录音你也知道孩子笑没笑对吧如果孩子从今天从幼儿园回来或者从学校回来一直到睡觉都没笑过那你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我们不妨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就如果你能够做到让他笑那这件事情本身首先从神经科学角度来讲 大量的证据就是laughter大笑实际上是孩子最好的神经营养剂对吧第二个呢因为我说卫生是个加分项因为人能笑出来其实是有很多底层他很安全他很快乐然后你跟他互动的方式是对的对吧他就笑所以我觉得我倒觉得可能如果我们所有在直播间的家长今天能够记住这一点我能够孩子跟我在一起的几个小时我们能向他笑一次其实这本身这可能就更容易对吧你可以你录音可能录的都是些负面的 但笑这个东西你不会你不会错过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用这种方式就但是这种底层的心态转变我觉得非常重要就不要觉得是我孩子有问题我要解决他的问题我要改正他的错误我们如果在这条路上你是走不到你是走不到这个叫什么走不到彼岸的你得先退回来是吧回到说我孩子没问题孩子遇到挫折我跟他在一起学校有学校的问题那大家都知道反正教育学校有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不要把我孩子的问题不要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学校的问题 学校的问题不需要让我的孩子去解决我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能够支持我的孩子是吧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发展那这个心理发展因为说的最功利一点他发展不好最后这负担也都是你的对不对最后你到青春期的时候你就更头疼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转换吧是吧是对对对我看那个评论区有一些问题了比方说一个是说 如果孩子家长有情绪又需要聊怎么跟孩子沟通呢我们自己也有情绪那这个时候还要需要帮孩子受到情绪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这个这个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首先自己先确保我们自己的情绪是稳定可控的这是必须的这个我的经验是我们往往会高估我们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这是我 不光是从身边更主要是从我自己我经常会觉得我会有意识到我自己有一定情绪但是我认为我是能够控制住我自己的于是我去跟孩子沟通然后我在沟通完了我回头一看又失控了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有情绪我们真的是得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才可以有情绪的时候尽量先不跟孩子沟通如果不是很紧急的话 那么这个好像没有特别的办法所以家长情绪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个是跟孩子进行这种情绪上的沟通情绪教育的必要前提吧那也是最难的也确实是最难的嗯嗯对这个我也想讲就是其实我们在处理孩子的情绪之前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因为你想想你如果不处理自己的情绪 你自己火猫三丈首先这是不可能的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处理孩子的情绪你所谓的处理也就是像刚才李延讲无非让他闭嘴对吧或者让他堵住也就只能只有这种处理方法因为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一种规律你不可能违反这种规律去做事情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的我们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就大家在全村会知道我推销一下我自己的课我们做这几年我们这时候做的这个叫觉醒的父母其实大部分就在讲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自己对自己情绪的认知对自己内心我就说我课程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大量的情绪的产生其实底层都是由于某种恐惧对吧这种恐惧比方说哎呀孩子这样会被学校不接纳呀孩子这样以后不能成才呀对吧然后孩子这样以后要扫大街呀对吧就是我们我们其实自己成长过程中就可能就受了很多这样的影响对吧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如果不是某样某样某样就有 灾难性的后果对吧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在这种恐惧中的所以才我们才对这个结果我们对好像每一天要做到最好是特别的执着这种执着其实表面上看上去是为了好实际上它是它的阴影面是有巨大的恐惧所以只有当我们去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恐惧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说是就是去所谓比较平和的对待孩子要不然你自己对吧如果你说今天孩子不想去上学就意味着以后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大学 就找不到工作你每天都生活在这种我就叫做自我推演灾难片里面是吧所以你怎么可能心平气和的对待孩子呢只有当我去面对自己的恐惧说其实孩子今天不上学或者明天不喜欢学校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失败的我的孩子是OK的是很好的对吧我的孩子的品质身体也是健康的心理也是健康的他虽然哪怕的这次有可能会所谓的一次表现不好 这个并不是这是没有什么大碍的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情绪是吧所以那时候你去看待孩子就更容易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对后来我看后面还有一个问题讲到说孩子在小朋友家不知道看什么恐怖图片现在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一个人去厕所必须让人陪着已经好几个月了这个怎么办那就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啊简单说方法吧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快到了简单说方法 就是一定不要按照我们传统的理性的教育方式告诉孩子说这个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不要去这么解释怎么怎么解释呢去去让孩子首先让他了解到你害怕了我知道你害怕了害怕了怎么办来我们来一起想办吧你害怕的时候我来抱抱你或者说你钻到爸爸妈妈这个这个被窝里我不知道孩子多大我应该是不会很大吧 你来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睡或者你要不要抱紧一个毛绒玩具这个这个事情因为我我是直接经历过因为我我女儿虽然说起来他是他是一切我觉得都都都是跟我儿子不一样的虽然也先天敏感但是度过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那样的困难但中间也也遇到过啊遇到过这个怕恐龙看跟我儿子看看那个侏罗纪公园拍屏幕电影看完了以后自己害怕恐龙 这是小学二年级的事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晚上睡不着觉我知道恐龙都灭绝了可是我觉得我那櫃子里还是藏着恐龙的害怕那这种害怕对孩子他其实即便孩子他知道这个害怕是不真实的就是害怕这个事情不真实但是感受是非常真实的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真实直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一个人待着那就我们就去保护他好 那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待着那么不敢一个人去厕所我不知道孩子多大会造成多大的就是生活秩序方面的这种这种困扰哈我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能赔当然就尽量赔就这这这这一类害怕这类真实的害怕就是通过这种大量的保护让孩子知道说我害怕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来保护我我害怕的时候我能有一个办法让我这种害怕的感觉 所以说舒服一些比如说抱一个毛绒玩具紧紧的抱住啊那这样他会慢慢慢慢好好起来 那么如果中间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大人反而去推他去训练他这个会让他越来越害怕 因为他在害怕的时候来找我们求救得不到我们的帮助等于他又加上了一个害怕 就是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孩子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不是恐怖图片不是什么恐龙最大的恐惧就是得不到爸爸妈妈的帮助和保护 这是第一恐惧所以这一块所以大家一定在这毫不犹豫的给孩子提供这种保护 那当然如果能够有一些慢慢变通的方式你要不要可以自己捂着眼睛啊能够可以自己这个这个这个慢慢来这都是在在这个保护态度的基础之上我们来慢慢想办法 对我觉得谢谢李延老师回答我觉得怎么讲呢类似这类问题其实挺多的啊 我觉得可能一个典型的一个错误吧就是我们会有问题的时候总希望赶快把它解决啊赶快解决呢 而且我们一般想的路径呢其实都是都是适得其反的比方说像刚才那个例子可能我们一般大脑想出来的路径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小胆啊 我我赶快推着你自己去吧最好能赶快自己去上厕所对吧我们一般可能就是这我们大脑的反应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这样你越是这样就像刚才讲这个问题可能越难解决而且会花很长时间如果刚才像李延老师讲的就是实际上是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事你越是害怕我就越陪你我觉得是OK的对吧我多陪你你想去上厕所叫着妈妈每次都给你去你随时叫我随时到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大脑一想到这个方法觉得是抗拒的觉得哇这什么时候玩啊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上个厕所都不行会不会我又是回到那个我们内心会放小电影可能每次说啊这是上厕所不敢那下次是不是上学也不敢是不是师范也不敢我们以前就开始想这个了所以我们就就不愿意去做但实际上如果你这样做他反而是实际上是最有效是最快的你多陪他几次你会发现他可能很快就觉得OK了反正妈妈我有什么问题妈妈都在这或者爸爸都在这所以我也不害怕了我下次可以试一试然后你就可以想办法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大脑想出来的这个路径其实是适得其反的我们反而要反过来做反过来做就是你越你越是害怕我就越陪你我其实举过一个例子我小时候我孩子小时候那个大概一岁多的时候刚刚会走路是吧刚刚会走路呢但是还是老先生妈妈抱对吧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是很你内心是很抗拒的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挺沉了 然后呢每次一身小手让你抱哎呀你就说妈妈不抱你老想你总是想讲道理说你看你已经会走了或者你看前面有个好玩的东西你总是想威逼利用各种方式让他自己走后来发现我觉得这不行后来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反过来他每次让我抱哎呀我说我特别喜欢抱你太好了又让妈妈抱了对吧然后呢你就跟他说说那个说那个我抱你的话那能抱多长时间呢就是你非常期待抱的很长对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游戏说我们那个数数字 比方说是抱着走十步还是走二十步每次他就会说我要走走二十步然后呢你就会说我要抱着你走一千步你就特别夸张然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特别高兴因为他会知道哦你看你都愿意抱我走一千步呢对吧那我那我肯定你肯定很喜欢我然后他其实永远不会让你走到一千步的他可能走着走着如果他知道哎你抱他这件事情你是心甘情愿的你还特别愿意哎就自己下来了你可能连二十都没有走到 所以其实就是这种心态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一定要说哎呀我一定他说我妈妈抱二十下你说那我们就抱五下对吧那他会他就赖着不下来反而当你说我给你抱你一千下的时候他哇他突然觉得既然这么慷慨那我就无所谓了所以其实你想这都是一岁多的孩子就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很多事情要反过来想这个事情你越是说我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给予而且可以无限的给予的时候他其实会觉得这就够了对他来讲 这就是他需要的他可能最后说我其实不需要拿你所有的我拿一点我就够了因为我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但是我们越是不给他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一定要多拿对吧因为他知道你给他的是非常有限的就跟我们心态是一样的我要多攒一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对很多孩子的需求其实要反过来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的时候说实话你是反而会最快的解决你的问题这是我们底层的一种可能悖论吧 所以如果从如果换一个角度可能大家也许更能接受就是我们从关键角度像刚才伊诺讲了很多我完全同意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从生理角度也许大家更能够直接接受接受一点就是当孩子害怕的时候比如说我不敢一个人上厕所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的生理状况是什么他的生理状况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害怕的时候就是人的这个应激反应产生应激反应的时候那人产生应激反应我整个的这个身体里面有大量的叫压力荷尔蒙这个压力荷尔蒙进了大脑然后呢 开始这个让我们让我们全身有感觉并且对我们的行动行为造成影响所以从生理角度讲在害怕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让他继续前进的办法是什么是降低这个压力荷尔蒙让他的应激反应减弱对吧这个是何逻辑的他应激反应减弱了他就可以往前进了那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减弱我们其实可以想我们推他 我们推他自己去能够减弱还是说来我抱抱你这个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可能大家也许也许能够更更接受一点嗯对对其实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转念对吧就是我觉得其实说到底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底层的一个转念一旦一旦一旦转念了你会发现这些方法并不难就当你的就像刚才李安老师讲说哎我我如果知道我底下一转就发现我不需要推他我需要我需要 就是张开双臂欢迎他实际上对他来讲是一个但是这个转念往往就是最难的其实不在于方法在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底层的这个认知的转变啊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也是孩子的这个应激反应是吧他说这个同事的孩子暑假里吐了两个月治疗好了爸爸出差孩子没事孩子一听爸爸要回来就又吐了哈哈哈哈这个从描述上 这个这个 wield这个这个文字这个 Ett不到这个只 To 백 Knall 的掏述直接把孩子跟这个兔跟爸爸联系在一起一条啊 就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那那那那假如从从这个字面上讲确实是因为爸爸那是不是就是害怕他的那那这个我觉得好像嗯red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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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建议这个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可能是要想办法跟爸爸教计出差پ的错来的事情 toc 爸爸进行一个沟通 是不是爸爸对孩子太严厉了 那当然从沟通这块 那我在以往的经验当中 我有这样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作为妈妈 我相信我们可能是作为 这个大多数妈妈相对更 因为更愿意在养育这边更多的思考 去去实践 爸爸们可能就是更不关心一点 相对来讲 但是作为妈妈 去跟爸爸沟通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教育爸爸 爸爸们是不接受这种教育的 就像我当年如果有人跟我说 你这样练孩子是不对的 我是百分之百不会听的 我不光不会听 你这次跟我这么说完 下次我压根就不听了 我连听都不要听了 所以我个人建议 假如这个情况确实是 爸爸相对比较关键 比较传统或者怎么样 那需要跟爸爸有沟通 那么要怎么怎么说呢 叫顺毛驴 一定不是说 不是说去针锋相对 这个我觉得同样的道理 像伊诺讲的 站到孩子一边的道理 同样用到爸爸一边 你要站到爸爸一边 要站到跟他站在一起 跟他站成一对 才可以去说好的 你比如说 哎呀你看 今天你幸亏你带孩子出去 就把我的时间怎么解放了 或者你看你今天带孩子 吃什么冰淇淋 孩子多开心 这个好久没吃这么多甜食了 就是去从 这个也是我直接经历的一次 一个家长 一个一件事给我的启发吧 夫妻两口子一起来找我就说 两个人见面就吵架 反正我们在这一起聊天 一个小时里面 他俩能吵四十分钟 这个基本妈妈怎么说爸爸呢 就说你说这个教育的事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会 让你给孩子拿秋裤 柜子里一共五条秋裤 拿了四次都是错 就是这样的一个评价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我就在旁边 我也忍不住 我得很认真的去听 然后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这就经常这样 后来有一天 这个妈妈 那个次 那次妈妈也真是发自内心 可能加上自己情绪也好 就是带孩子去传言公园 然后爸爸带着去的 以前爸爸都不带着去 这次爸爸跟着 然后孩子很开心 因为爸爸跟着 然后这个孩子玩很开心 那这时候妈妈就发自内心说 哎呀今天他这跟平时玩都不一样 比平时玩都开心 好像就是因为你来了 就这一句话之后 这个爸爸变了 而且好像就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转变 然后后来他们把这个事来跟我讲 哎呀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特别有启发 所以你跟爸爸去讲道理 依然也是没用的 说到孩子是情绪动物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情绪动物 我们都是要先在情绪层面上 同频了 接通在一起了 大家同频了 我们才去一起去商量事情的 你站到我对立面 你跟我说十个理由 我有二十个理由反驳你呢 对 是的 我觉得刚才讲的站在一起 实际上是所有沟通的 所有有效沟通的原则 对吧 其实你在工作里面跟别人沟通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当别人知道你来就是跟我吵架的时候 我就算同意你的观点 我也不想说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对对对 这一点其实在夫妻沟通里边也是一样的 这点我觉得提醒非常 特别是我觉得李延老师作为一个爸爸的视角 是非常可贵的 而且其实就像李延老师自己是个特别好的role model一样 我觉得等爸爸开始去思考育儿的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给出的解决方案和答案也都是妈妈做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角度来讲 我们就算是妈妈从自己角度出发 那我也需要爸爸是个更好的帮手 对吧 那要不然你自己多累啊 是吧 那我们怎么让他成为更好的帮手呢 跟孩子一样 我们要激发他的潜力 对不对 怎么样激发他的潜力呢 那爷爷是接纳他和认可他 对吧 你如果天天都在说他不行 那他也觉得 那我也没有什么不要 说他不行说他不对 那只能是把他越推越远 对 对 而且那你可能一时嘴快 你觉得好像你看说的很过瘾 是吧 很解气 那最后那这不是 还是你还是没人帮忙吗 对吗 那不还是都是你自己干吗 所以哪怕我们非常自私的为了自己的这个 当当妈妈好当一点 其实也要也是要鼓励爸爸成为这个 让他们发挥潜力 而且就像李延老师 我觉得为什么特别好 就是他自己写书啊 包括自己做爸爸做的特别好 就是就是 而且李延老师也说了 他自己当时你看犯了那些错误 看起来也挺低级的 对吧 也不是说他好像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爸爸 然后也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要相信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只要他有这个想法 也有一个知识性的环境 那都是可以成为孩子最好的父母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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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宝贝 好 那我们还有实际上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可能还有十几分钟吧 要不然李延老师看看问题 有挑几个你看有回答的 对 我刚才聊天过程 我脑子就想到一些 可能聊天区 我没太仔细看 我看到聊天区 就是妻子 上二年级老师说缺乏自信 不敢回答问题 像这类问题可能也还蛮普遍的 我想到两个一个是针对这个 还有一个关于写作业 这个我也是我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先说这个吧 就是上二年级老师说他缺乏自信 我这跳开了 说的这个上课不主动发言 这块呢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还是要评估一下孩子整体的状况 如果孩子整体呢 相对比较紧张一点 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紧张对上学 那我建议不要再去 再上课发言这件事情 再去推孩子了 依然是这个事儿压力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重视 这是一个生理问题 持续的压力 对孩子是在生理上是有损伤的 我这件事情 一方面是自己看书 还有是我直接去问过医生 这是我 也是我儿子当年有状况的时候 我正好也是一个机会吧 有我家亲戚的同学 正好认识的人 帮我介绍的是 也是美国这边 麻省总医院的神经科医生 也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神经学教授 我就向他咨询 我说像我这种情况 我应该做什么生活当中 他说就是一个建议 减少压力 就是减少压力 他说我就是医生 我不懂教育 我说我不跟你谈教育方面的事情 我就跟你谈生理 如果压力持续时间过长 孩子整个神经系统崩溃 什么都不要谈了 所以我刚才看到那个问题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我已经经常遇到说其实孩子已经很紧张了 这个时候我们假如我们想为了锻炼他让他上课举手发言 让他怎么会把他推到一个崩溃边缘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要小心的 所以如果孩子孩子还只是二年级空间还很大 如果他其他方面都没问题 只是上课发言 这块比较差 没关系 先不用着急去逼他发言 那如果老师能够沟通配合 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找到一些能够适合孩子的 比如说不需要当众发言 但是可以发挥他优势的一些一些事情让他找到在集体当中的价值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好吧 总之这个问题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对于压力一定要重视 不是说我们给孩子减压 就是我们鼓励孩子逃跑 我们懦弱 我们不是不是 这个是生理问题 那我最后想说的一个问题是我想到了关于写作业 这个事也是我大量的遇到家长问我 说跟孩子写作业天天就跟打仗似的 那么孩子就是孩子就是你跟他说这里做的不对 那孩子就首先就不高兴 首先不高兴 不让妈妈爸爸来来去给纠错 你们管 那这个家长就继续说呀 那你这样不对啊 你这样不对老师会成绩不好啊 会怎么样 越说孩子越生气 那有的时候孩子呢 那那家长不说 那孩子做不出来 那孩子也生气 总之就是在写作业这件事情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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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嘛 是我们最关心的 写作业这个环节是我们在家里遇到的 最普遍的跟孩子学业直接相关的事情 所以写作业这个环节 我个人有这么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家长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那按照 就还是说这个角色的问题 我们要不要当老师 在家里当老师 我个人认为不要当老师 你想当呢 也当不成 为什么在孩子心里啊 他根本在心里不把你定位成那个角色 很多他在学校完全能听老师的话 他在家里 他就一定不会听爸爸妈妈的 这就是角色不一样造成的 孩子心里很清楚 那么家长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我建议的还是扮演一个算是怎么说呢 在在在这个这个这个情绪方面 就当孩子在做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情绪方面遇到了哪些困难 我们去帮助他度过这种困难 或者这么说吧 就是我们家长应该从写作业这个过程 我们的这个重点 重心不要放在你写作业做的是对 还是错这个上面 而应该放在在写作业的这个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了哪些情绪方面的困扰 比如说比如说我烦了 我不会写 我写烦了怎么办 我们需要帮助孩子适当的意识到自己烦躁了 那我们去找办法休息啊 调整情绪啊 对吧 那我遇到了困难怎么办呢 我遇到不会的怎么办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方法去找到答案呢 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 当初我女儿刚上小学的时候 我就记得清楚的一件事是 他这个那时候学这个月份 月份嘛 英文当中那个写月份 其实那个词还挺长的 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还是挺长的 经常哎呀这个这个12月怎么拼呢 哎不会 爸爸12月怎么拼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去去 马上就告诉他怎么做 给他答案啊 我们可以帮他找办法吧 我说哎 12月我们哪去能找着这个办法 能找到这个12月这个词呢 想想咱一块想想 日历 想起来了 日历上有这个 一说日历 他比我跑的快 登登登登登 就跑到家里找到一个日历 找到一个日历 这个第三本怎么写 写下来了 就是我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时候给他一个情绪上 一个态度上的支持 有困难吧 孩子本能上有困难 他第一反应就是找父母 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说你要自己想办法 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我们态度是好 我来帮你 但是具体怎么帮 你不是直接给他答案 你可以想各种办法 去帮着他 就带着他一起去想办法 找答案 那好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他由于情绪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绪 而遇到的困难 我们想办法去帮他度过 那也让他感受到 你看我最终把这个作业完成了 你不要去 总是就是你这个不对 那是不对 我们去注重这种结果 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其实反而是跟我们想要的说 孩子的那种成就感 正好是反的 我们应该做的 你看这一个小时 花了一个小时把这作业做完内 这个是我们要帮他在体验层面上 体验的一种积极感受 你看我完成了 我完成了 是这样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我有没有说清楚 说的比较匆忙 就是说写作业的过程 不要去充当去纠错 去关注结果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是应该去帮助孩子 在过程当中 去度过一个一个的 由于情绪产生的这种困难 积累良好的这种情绪体验 对写作业这个过程 积累良好的情绪体验 讲得特别好 我觉得那个咱们直播差不多了 我想我先回应一句 然后我请李延老师 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觉得我想今天咱们整个直播 讨论的这些问题 说到底啊 说到底层 就是说我们要作为家长 如果有一个原则的话 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给孩子 创造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 就是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们要记住的原则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像 就是如果孩子是一个 情感是个银行一样 对吧 我们要不断的存钱 才会有可能取钱 是吗 我们讲 以后他长大之后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各种各样的困难 那他面对这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 他的底气来自于什么 那就来自于 你在做父母的时候 给他的银行里存的钱 对吧 你如果存的足够的爱 足够的接纳 足够的积极体验 那他就会有可能性 去有足够的存款 去面对他需要的挑战 因为孩子最终会 自己面对人生的 对吧 所以我们跟他 其实我们跟他的时间 是非常有限的 虽然可能今天直播里面 有很多孩子家长 可能三岁四岁五岁 你觉得孩子很小 离长到18岁 离到工作还很远 但实际上 我想李延老师 有这种感受 你现在回看 其实是很短暂的 对吗 就是你能对孩子 真正产生影响的时间 可能也就是到十四五岁吧 我觉得到十六七岁之后 他自己的朋友圈 什么都会有了 所以其实时间是很短的 所以如果你孩子五岁 你这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 对吗 所以呢 我们如果经常要换这种角度 来看我们的亲子关系的时候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 在这个过程中 尽量的给他多存钱 是吧 给他多存 多存这种积极的体验 所以像刚才李延老师讲的 所有的这种不同的场景 是吧 孩子不愿意上学也好 孩子害怕也好 那孩子遇到挑战也好 孩子做作业也好 其实都是我们 如果经常提醒自己 我如何在这个过程中 让孩子产生的是一种 积极的心理体验 那你就做到了 特别了不起的父母 你就是个 就是个一流的父母 虽然哪怕可能看上去 别的孩子花了三十分钟 做完作业 你的孩子花了一小时 做完作业 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 一个积极的体验 那它带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好处 是远远超过 这所谓这半个小时 损失的效率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特别 我们现在家长的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特别注重 效率和效能和结果 或者是马上可见的结果 而看不到实际上 人生是一个非常长的 这么一个旅程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所谓浪费的 那三十分钟的时间 其实你给他创造的 积极体验 会他带来的收益 是远远超过 你这三十分钟 所谓的时间投入 所带来的这个 所放进去的成本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 就是给大家自己 在直播间里面 记住一件事情回去以后 就是我今天 能不能至少给孩子 创造一次积极体验 从一次开始 是吧 我跟他玩也好 我让他说话也好 我陪他上厕所也好 我让他吐吐槽 然后让他能够 自由表达也好 这都是积极体验 我们从一次开始 每天做到一次 对吧 然后我觉得这种 心态的转变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 否则我们每天 都在给孩子创造 就像刚才 李延老师讲的 孩子本来可能 在学校里面 就有很多负面体验 很多压力了 你回来之后 你给他的更多的压力 更多的不接纳 那其实 那就孩子 在外面就在 就在花钱 回来还在花钱 那谁给他存钱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是 一个底层的 一个转变吧 对 不过这个 说到这 我想可能还是 我要带带货 就是回到我们今天 其实大家如果喜欢 李延老师 讲的这些内容 或者产生共鸣的话 那希望大家 加入全村 然后希望大家 去购买 李延老师的课程 非常难得 也是就像刚才 讲的是这些年 这么多年 他自己的 不仅是作为一个父亲 也是作为一个 其实是一个研究者 教育者和学者 因为包括翻译书 然后跟很多专家的 这样的一些交流 中间其实形成了 这个课程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 所以虽然今天 只是直播 回答了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作为家长 可能还是需要 买系统的 有个机会 给自己一个机会 比较系统的 去了解这些东西 了解了之后 我们其实会 有很多自己的智慧 去解决我们孩子 成长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 是吧 所以我这个 给李延老师 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然后那个 然后也讲讲 这个课的 这个具体的情况 大家可以在课程里面 见到这个 有更多的机会 去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好吗 你说让我总结 是吗 我觉得总结 我就别总结了 我觉得你总结的 特别好 百分之百同意 我总结 反而这个削弱 你这个总结效果了 如果是说到课 大概就是 大概课是这样 简单说吧 核心就是说 还是给大家介绍 一个新的思路 就是怎么从 从大脑工作系统 这个生理的角度 去看待情绪 那这个是 一共八次课 我前两次课 可能讲的是这个 就是怎么去看 这件事情 对吧 他这个里面 讲到应急反应 孩子害怕的时候 是应急反应 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能做什么 是会会讲到这些 那么八次课的后六次课 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 你孩子害怕上学 但是他又必须去上学 怎么办 这个是讲到 他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那再讲到有一些 他不是说要马上去面对的挑战 但是他需要去一点一点 去克服这个困难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孩子他能够跟谁 他需要走出舒适圈 但是需要一个人帮他 但是他能够跟谁去 他能跟着谁去 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 他跟着大的去了 他不跟我去 为什么 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像大的那样 这是这是这个 那么中间还有他 他跟着出去了 那这个孩子爬高 别的孩子可能 这个普通的一点的吧 他一下一下就蹦上去了 但是我们孩子可能需要一个脚手架 也就是说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去充当这个像大的那样的孩子的保镖 同时这个大的他不光是一个保镖 他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给孩子搭脚手架 他让孩子一点一点的去去克服他自己的这种原来觉得是克服不了的困难 其实孩子他是愿意的 他愿意克服 当他发现他自己也能克服了 他我也敢放鞭炮了 我也敢游泳了 这是他自己是 是对他是有好处的 他是很开心的 很自信的 对吧 后面我想想对这个保镖教授 大概就会讲到一些社交 最后两节课专门是讲到关于社交当中的一些问题 对 这个刚才我脑子想到后来就滑过去忘了 就是在社交的过程当中呢 这里面有不少是需要我们可能我们要我们我们承认先去分析 经常我们会说敏感的孩子会容易被欺负 他真的是被欺负吗 玩具被小朋友拿走了抢走了 这个是被欺负吗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玻璃心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一种解读 玩这种解读外部就是是后天形成的 那后天形成的过程当中 外部的意见 外部的看法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那简单的讲 这个玩具被人抢走了 这是冲突 这是争抢 这个跟 这是针对一个事情的 这是针对那个玩具的一个冲突 这个跟我们讲的针对人的欺负 包括霸凌 是不一样的 我这边也经常会看到在美国这边 美国这个华人榜 经常大家会讨论教育的问题 其实美国这边也经常说 哎呀这四岁的孩子在游乐场 又被白人小孩欺负了 那就种族歧视 四岁在游乐场被种族歧视了 这个我真的是毫不掩饰的说 这真的是过度解读 真的是过度解读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在社交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去分析孩子遇到的一些困境 这些困境的根源在哪里 这个是整个那个课程最后两次课 会讲到这个 大概这个课程的内容结构就是这些吧 非常感谢伊诺的推荐 也非常感谢全村的这个直播间的 直播间的这些主持人 好 感谢大家参与 太好了 那谢谢谢谢李延老师 李延老师现在半夜十二点了 也不容易 半夜一点了 半夜一点 没有没有 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有机会 特别好 然后所以就是谢谢大家 那就大家在直播间里面 还是有这个链接 可以下单 包括这个全村的会员也好 然后全村的会员里面 也有我的课 叫觉醒的父母 然后呢李延老师这个课 其实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吧 然后而且这些实用的底层 就像刚才李延老师讲的 其实是有很多我们常见的场景 对吧 像社交啊 像这个恐惧啊 害怕啊 敏感啊等等 可能很多家长遇到的情境 但是实际上这些场景底层 也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些 更深层的对教育的理解 和对自我的一些调整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这个课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而且可能会帮助到大家 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 不仅是具体的问题 而且底层也是一种 新的一些教育理念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内化 所以呢 希望在这个李延老师的课程上 见到大家 那就谢谢李延老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再见 好吗 好 谢谢音乐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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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